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这次屏东的灯会拌得太热闹了 所以有打响了屏东的知名度 你有去看吗 应该觉得很赞 是突破传统的一次 用东北鲍鱼来做特色 您有一杯来做巨尾来附 真的是很漂亮 刚才您跟郑主任在开讲的时候 主任说您这个平科大热农室 其实包括有很多东西 我们其实说是热带农业系 不然听说你们包含的是农林渔墓 都在里面 所以透露也在里面吗 对对对 当然当然 所以你说你们的系里面 是包括了哪些范围 就是刚才您说的农林渔墓 还有另外最近大家说的行销的问题 我们也有教设计判定调查 计判定什么行销 什么用帮助来做行销 都有教这都要学 而且其实彩琳知道平科大共起来 在农业这地 应该算是前辈 应该是说第一把交椅吗 现在大学里面不只只注重应用 我们也有教基本的科学管理 所以加上一个唯一 可以说是台湾目前唯一 基本技术的研究 跟应用减过的一个大学 就是说理论账实质 合而为一 对对对 唯一 如果说唯一就很重要了 对对对对 那我们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我们这个系是1997年成立的 1997年成立的 21年了 当初是外交部 有一个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 跟我们这个平科大 要成立这个研究所 当初是只有研究所 要专门收放高的这个国家 的学生来我们台湾 给这个农业 因为我们以前是都爱那个 农业去技术团嘛 去中南美啦 去 非洲啦 其他国家 他们到三天农业嘛 想想说 因为这样效果不够好 感谢说 不请他们的学生来台湾 比较快 所以它是一个国际版哦 来自世界各国 所以关键的东西 目标就是说 我们要用国际法 国际的人都可以来台湾 哦 农业 其实我们台湾的农业 最强的不是 我们现在在说的 台积电台达电 其实台湾最强的啦 全世界各国际的是农业 不是科技 是农业 不是不是 是农业 那科技那都是加工的而已 都是台工的而已 我们正经的是这个农业 老师你这么说 我台湾之光 台湾No.1的 那个骄傲感已经出来了 那台湾农业最强的 到底我们强在里面 我知道我们台湾的水果 大家都觉得有够好吃 然后我们的青菜也很好吃 我们的米什么也都很好吃 而且物美价廉 这不是我们强的地方 对不对 这是世界说的 不是我们自己说的 但是这可能是跟我们的投资和气候跟水冷有关系 这跟我们厉害不厉害 这是一个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是说我们台湾人比较困难 政府也有点研究 政府的研究机关也有点研究 跟我们的 当局发展起来 不是当局发展起来 所以台湾最重要是农业 对 这真的非常棒 不是当局业 不是看我们的研究 不是哦 我们节目听下来 最大一个概念感想就是说 我们台湾最重要其实是农业 真的很多人都在讲说 我们以前吃烟饭 还是以前吃烟饭 现在都越来越甜 是不是因为我们真的不断的去研究 然后不断的在谈量 而且稻米还会有很多种 我们这一群有老师在的研究 是他用益生菌 如果在铲头里面 他用的水就不用用到那么多 新水还要大得快 让他胃胀更好 对对对对 我不懂 这就是另外一个成功 所以我都要用水 现在他研究了 这样不错 水可以浇用还要大得快 彩琳刚才在跟老师分享一下 我们上次在这部当中 有访问说 我们是一个保守班的老板 他从台北 后来去的高家 去当了这个农夫 在那盖农舍 他不是种了200多长的 巴拉罕 200多长的木瓜 他也不是说青菜井啊 他就会去这个虎尾科大 就去课问我到底应该怎么种 才可以把这个植物把它种得很好 所以我们台湾农民 那里整的向上 那里求资金 真的非常的厉害 那老师他刚才在说 我们这个本来的设计 是要让外国的人 来学我们台湾 最厉害的农业 那我们培育过 哪些国家的农业人才 看有什么王子 还是什么酋长来挖过 有啊 有啊 很多 很多哦 现在国家算不算 中南米酒 非酒 冬南米 还有冬奥 都有 应该最早我看起来 差不多有30个国家以上 有的是国王的儿子 王子 我就是她的女儿没有她的身材 公主 有的是政府官員,農業沒有很改革,政府派出來我們這裡 他們差不多要討幾年? 看他們是要討大學部還是宿舍,因為我們現在大學部有研究所,研究所還有分宿舍和宿舍,所以他們可以選 我們有針對他們,例如這個王子還是公主還是這個酋長,因為當地的氣候跟整個天然的地理環境都不一樣 他們來這邊我們有辦法提供到,我們有辦法提供到,真的適合每個地方適合的一些農作物還是什麼? 這個叫梁森,如果是提出他要做什麼,我們就特別開這個口袋梁森定做 那主委,你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國家的人,或是說我們特別幫他設計什麼樣的課程 結果他回應營購來之後,真的把這個部分給予到有夠讚,而且給他發揚光大 有一個例子,以前我記得是甘比亞專班 開支的甘比亞 對對對,那是他們的國家牌出來,他們當初是我們跟他們有辦公 他們就開一個廣告出來,說他要學生要學生,我們開一個 對,他剛才開來,因為熱農師有,開一個班叫做專班,特別為他們的學生 都做三十八的,三十八的,都大學部,都這個國家三十八的,一個專班 有分啦,有分這個動物,有植物,有這個企業管理的,有的機械,都有的機械 從頭到買的四檔,不這麼久 四檔可以學得很紮實了 如果去學四檔,我想我去購一副餐應該也OK 一定可以,購一副餐,沒問題 他們購的這是我們臺灣農業發展的成果 他們剛才很需要 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們原本是有派農耕隊去 如果農耕隊去,還沒什麼好 為什麼?我們都已經去到那裡 我們的人數不夠就對了 對,沒幾個 他們購也是有一個皮毛而已 沒辦法跟真正有一個基礎分農 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們有一些資源 我們有一些資源於農業發展 我們有購錢 跟我們外援,援助他們 我們國家發展農業 我們就是好人做夠對啦 我們給他錢,然後再提供他技術跟人才 要看出這個效果不好,因為是有這麼亂用 所以跟他們說,不然我們給你們這筆錢 這筆錢要專門用在你們的學生頂頭 你派學生來,我們臺灣給政府一筆錢 不過這筆錢是要用在你派出的學生頂頭 所以我們給他們的錢,定義說 在我們臺灣開就對了,不然在他們國家開 所以我們這樣做一舉兩得 不錯 所以他們可以購得好,我們的錢也沒有說 給他們國家購買用 都在我們國家開 你現在這種方法比較像雅宰 就是我們把三、四十個學生拿來 然後拿來,很像是種子 把它破種之後一彈一下 它就是一顆一顆的種子會拖出去 是 不然我們去那邊,我們回來之後 咦,就沒有了 對,沒有了,才靈感有概念 才靈感是山頂子 是山頂子 山頂子,所以對這個有概念 老師那你剛剛在講甘比亞 這些這麼多的種子學生 等於他們夠來擬熬 所以甘比亞後來他們的農業 跟臺灣比較有關的部分是什麼 其實他們農林漁務都有 因為他們國家要發展農林漁務 所以主要是農業推工 因為他們是學術班 學術班他們大部分都 正式都是政府裡面做工作 有個是關完 現在有個已經升到關完了 回去就變成了陳吉仲嗎 哈哈哈哈 可能比陳吉仲更厲害 哈哈哈哈 他現在回去主要是農業都報 農林漁務都有 不過讓我們 因為一段時間後來跟我們等待 等待後我們 但是這個私生的關係沒有等待 這就更好 除了農業廟 這個農業廟對他們還夠有貢獻 另外一個我們比較安慰的就是說 我們還有跟他們保持聯絡 他們那邊有什麼政策 什麼事 我們這邊都可以存在 所以變成是外交靜貼的部分不見了 但是民間的情誼 民間的外交這一塊還繼續保留 因為要國際化 我們所有的課程都是用英語 老師 那這樣子要去那裡 如果英語沒比較好聽聽 比較好 比較好 有一些程度比較好 如果沒有 就可能第一次就比較困難了 所以現在還是都是全英語授課對大學報 跟息息跟報仇都是這樣 是 是 是 這樣子進去就是一舉兩得 可以教你怎麼種植 農林 漁木 還有行銷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隨便人營業 人營業 對 我們在這門後面是平科大熱農 濟國際合作協 政達執政主任 老師 我們學生 除了說是針對國外的一些邦交國 還是說現在已經不是邦交國的一些 比如說武蘇搖的學生 還是說當地的官員 那我們本身 臺灣的學生 讀這個系的多不多 其實要這樣說起來 應該是說 研究所有的臺部都是外國學生 大學部是差不多1比3 外國學生一個本國生產的 那還是不少啊 那我們系上有多少學生 大學部 我們一班大學部差不多30至40個 農業是一個 算是弱勢產業 但是每個國家一定要有農業 不管你發展怎麼樣 農業一定要 不然你吃IC版 我有時候開玩笑說 你可以三天賣用手機 不過你不能三天沒吃飯 老師 我跟你說 這次三天你叫他賣用手機 可能很多人會分開 不過你三天沒吃飯 可能就沒有辦法 那所以我們的學生的出路如何 我們本國大學生 我們修正學生的時候有篩選過 有的學生是有興趣 這是最重要的 有興趣 有的是他們家裡已經有農場 在那裡 回去就接他們爸爸媽媽 家裡的農場管理 那如果沒有來 沒有 因為他們要去外國發展 有的是要做研究 其實我們這個學生不一定 必要都在做這個 生產一部分 有的也是還繼續研究所 做農業方面的研究 而且老師剛才說 你們還有包括行銷這個部分 現在大家都知道 農產品的行銷很重要 你的東西再讚 你賣不出去 也是再賣了 我有說 我們要計劃生產 其實我們最近農委會 一直在說 一定要計劃生產 不然如果沒有計劃生產 政府怎麼收購 怎麼行銷 也是悠閒的 最重要的是我們農民 自己知道要做什麼 做多少 品質要保持就好 這樣就有 跟通路 通路 反正通路不一定要大半 我們自己也可以做網路行銷 硬硬 所以我們都有跟這些觀念 他們老闆就不會重蹈覆轍 獲勝深層 今天今年 金針金針好 大家就都公信金針 萬一就棒棒 一定棒的 你的反期待而行 那做高票 趕快 其實 其實我 有很多的 方法 但是我有說 其實我們現在不是在無人機 對 今年燈會這個亮點 其實無人機不是可以做燈會亮點 其實我們現在在台南 我們就先看 這個地區到底是賺多少 金針 賺多少 賺多少 翁來 稍微算一下 就知道 麻煩的 生產量差不多多少 我們就知道 我們還要賺多少 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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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都有各種方法 不然就去資料庫裡面 看看說 現在農委會裡面有公佈說 現在已經 正做的民進有多少 大家都要收 收拾一下 不要猶豫 所以這個官方如何利用這個科技 提供大家正確的數字 其實很重要 對對對 其實很多資訊在那 其實大家不知道要怎麼用 一般的 一般的人就不知道怎麼去找 還是我的關係就這麼多 我就想到這個王來 對對對 他就一十錢 所以很多東西可能還是需要變通 然後就是說一些新的觀念 還有新的知識跟學問很重要 那最後一個問題請教老師 我們在我們平科大節祖尼2017年 有開設了一個新南向產業專班 這邊進步覺得說 我們就是要拓展其他的新南向這些 隔壁我們的國家 那我們是不是也收了很多這方面的學生 其實照嚴格說起來 已經平科大應該應該說差不多三十年以前 就開始收這些新南向的國家 就是說我們以前的那個僑訓班 以前叫做僑訓班 就是說法教 我們常常要法教 就來平科大 最近是特別對這些國家 像我們2017年有收尼泊尼鑼專班 主要是尼泊尼鑼 有幾個印度 幾個印尼 主要是尼泊尼鑼鑼 尼泊尼鑼跟我們沒辦法 我們有時候要擴展 我們一個這個 那個機能不能都放一個 一定要分散 這是大家都知道 不過做起來是 這不是這個立竿建議 我們要慢慢來做 所以我們2017年 嘗試著去這個 敲開這個尼泊尼鑼的大門 以前尼泊尼鑼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百賽館 是在印度 要跟他有往來 他都 行為 都沒辦法 現在因為我們開這個班 政府跟我們百賽館有些內容 這樣 可以敲開大門 那不錯 我們這個產業專班 真的是功德無量 所以 農業不但是 我們台灣最強的產業 也是這個外交的利器 可以這樣說嗎 對 絕對可以這樣說 不是電主業 這一定要 大家要稍稍保 台灣最強的是農業 而且其實我們這個學生 我們不是說輸出 我們台灣原有的農業技術 我們有把學生送去美國 連歐美都有 對 因為我們加藍 我們都加了之後 自己的手都扛掉 有進有出 對 我們有做的研究 進一步的研究 也有 派去日本 荷蘭 荷蘭的農業 也很厲害 和美國都有 這個學生 都可以到這裡的機會 這真的非常重要 非常謝謝鄭達志鄭老師 謝謝大家為台灣國民外交和台灣農業所做的打招 非常謝謝你 那我們也希望說用我們的農業專場可以敲開更多國家的友誼的大門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